镜子的两面,所有人都要听我们的 是,镜子白雪大人,您的作业我已经给您写完了 嗯,老师你看得不错,以后你就专门为我写作业吧 太好了,白雪大人,这是我的荣幸 镜子美人鱼大人,这是您要的一百双五彩斑斓的水晶鞋,我来给您穿上 凯莉大人,我已经按照您的规定,把童话王国所有的镜子都砸了 我保证,童话王国不会再出现任何一面镜子,嗯,干得不错 我们刚刚在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讨好白雪凯莉美人鱼 我,我也不知道,这太奇怪了 那是因为,你们见到的,不是真正的凯莉他们 怎么不是他们,就是凯莉他们的样子呀 哎呀,我跟你们说不清楚,你们看,我的回忆录像带就知道了 啊,什么东西在吸我们 我的朋友,你们终于来了 你们是谁,为什么把我们吸过来 我们就是你们呀 啊,什么,我们是镜子里的你们 因为太无聊了,就找你们过来说说话 哎,美人鱼,白雪,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 不过,身体是镜子呢 可是,我们还得回去上课 上课有什么好玩的 我们这里,可比上课有意思多了 这里不都是镜子吗,能多有意思 你看看,美人鱼,我这里可是有一堆你最喜欢的裙子呢 白雪,我这里还有一堆你最喜欢的奥特曼玩具 凯莉,你不是喜欢唱歌吗 在我这里,可是有很多漂亮的舞台 让你天天都在唱歌 哇塞,这些东西看起来好棒啊 是啊,那快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玩耍吧 嗯,好吧,那我们就跟你玩一会儿 哈雪,好困呀 海莉,白雪,我们玩了多久了 不知道,你们没玩多久 这才刚过去十分钟呢 啊,可是,为什么我感觉这么困呢 应该是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吧 我来给你们遍几张舒服的床 哇,真舒服 那你们快睡一会儿吧 好,哈哈 他们终于睡着了 我们终于可以逃离这里了 嘿嘿,这真是太好了 从今天开始,童话王国被我们接管了 不,不可以 童话王国怎么能让他们来接管呢 是啊,这不就乱套了嘛 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重新回到镜子的世界 把真正的凯莉,白雪,美人鱼换回来 需要一面镜子才行 可是,童话王国所有的镜子 已经被仙女给砸碎了 不过,我好像记得 谁有一面回忆之镜 说不定应该能用上 可是,我不记得是谁有了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如果知道的话,就在评论区发送1 如果不知道,就发送R2 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哟 所以,我们的评论区发送R2